我們OTA Update 都是停了一個星期 為何會發生這麼多事呢? Amazon 出了大堆新產品 Google 新一代Pixel Elon Musk 收購 Twitter 新進展 這兩個星期發生太多事 我不會說得完 第一單是一定不可以不說的 就是 Super Mario 大電影的 trailer 出了 我好奇很久到底由 Star Law 演員 Chris Pratt 升演的 Mario 聲音到底是怎樣 如果你未看的話 你看完這段影片你自己去看看吧 我覺得是近代動畫電影配音最反高潮的一刻 如果你買一部新iPhone 14 或14 Pro 系列 去主題樂園玩過山車前 可能要關掉車禍政策 Apple 新一代iPhone 14 Apple Watch Series 8 SE 和 Ultra 都加入了一個新的車禍政策功能 可以用手機內不同的Sensor和Data 政策 你是不是遇到車禍需要幫忙 如果車禍政策功能被Trigger 而你沒有在20秒內回應它是On Screen的Program 不然這部iPhone就會自動打給緊急救護服務 而如果你在好奇 打919之後會怎樣呢? 例如我剛好觸碰撞車 我可能說不出話 原來它會播一段電話錄音 說這部iPhone主人遇到車禍 和車禍地點的GPS數據就像這樣 這部iPhone主人遇到很嚴重的車禍 在香港的車禍 在危機位置是Laksheet 79.3411 Longitude minus 84.2689 是6m的搜尋 iPhone14的用家坐過山車期間 錯誤trigger了這個車禍偵測 打給緊急救護服務 報道還說自從iPhone14出了之後 在這個例子的同一個縣 已經出現了6次相同的誤報 而且同類型的情況在全美國不同的主體樂園都發生 iPhone14出了多一段時間 一直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controversy 我們OTUpdate都說過一些 很多都是一笑自知 但今次我想是其中一個 對現實世界最有影響的controversy 如果因為這個問題 真的有救護車有警車來到 誤報的責任在哪裏呢 想停這些有時間爭論 不同地方的救護服務 我特別關心香港 有沒有特別的程序去處理 由iPhone打來的求救呢? Apple又打算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歐盟又再次來了整頓科技界 歐盟議會一直都白無事 不斷打擊一些反競爭、壟斷、廣告追蹤等等 科技駕變不太討厚的風氣 近這幾年他們的目標 就是要將手機充電口統一做USB-C 嗯...到底矛頭指向誰呢? 真的很難想啦 到底哪間廠商一直都不肯用USB-C呢? 在上星期中 歐盟議會終於就這項議案投票 是以大比例贊成通過以後 在歐盟成員國出售的手機一定要用USB-C作為有線充電的接口 這項議案technically還未生效 但估計之後會遇到的阻力 都沒什麼了 當這條例生效之後 Apple... 唉...死爆了口 隨便啦...大家也知道了 Apple的iPhone最快何時會全面轉用USB-C呢? Apple將會有兩年寬限期 慢慢過度去用USB-C作為iPhone的充電口 即是2024年年尾所有公司 包括Apple在歐盟出售的手機 都要用USB-C port 但這條例是不管在限期前推出的產品 即是若果Apple保持在9月出新iPhone的話 2024年那部iPhone16都可以不用轉 但Bloomberg的Mark Gurman又覺得 最快Apple會在下年的iPhone15就已經開始用USB-C了 而Apple最終的目標根據Mark Gurman先生的看法 就是他們會設計一部全無線無充電的iPhone 而根據歐盟這條例暫時來說 這樣做就可以 因為這條例只是管支援有線充電的機器 Google上星期就舉行了Made by Google的發佈會 而香港都是沒得賣Pixel的 Tectober終於來到 Amazon之前有一個Event 現在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Microsoft應該都搞了Event 大約今次說了The Big G Google Google在他們Event 中 除了暗串了幾下Apple不支持RCS之外 還發佈了Pixel 7 Pixel 7 Pro Rumor了十四Pixel Watch 以及預告多些夏年才推出的Pixel Tablet 事關於Google在正式發佈一件產品之前 自己就公佈了Detail 所以基本上 今次Event 你知道的就是詳細SPECT 價錢和開賣資料而已 今代Pixel 7 和Pixel 7 Pro大致上都在用跟上年差不多的設計 不過後面的CAMERA BAR 就由上年不理你部機什麼色 一律都是黑色玻璃 轉了去做Match機框顏色的鋁合金 令它更加像雷射眼眼罩 Pixel 7 的螢幕比上一代瘦於0.1吋 今代是一個6.3吋螢幕 Pixel 7 Pro 仍然是6.7吋螢幕 重點是價錢沒有改變 Pixel 7 都是$599 美金 Pixel 7 Pro 都是$899 美金 是挺划算的 但更加重點的東西是 香港還是不能買的 我不明白 Google 大大 到底我要出幾條Pixel review 你才會肯在香港出Pixel 除了Pixel 7 發佈 我們迎來新一代的Tensor晶片 Tensor G2 這顆Tensor G2 除了令Pixel在Performance方面有提升之外 還幫手做很多AI、ML Processing 特別是相機AI功能 今代用Tensor G2的Pixel 7和7 Pro 在拍片時就有一個Cinematic Blur的功能 好像iPhone的Cinematic Mode Night Side比上一代化了兩倍 還有用AI幫一些鬆弱蒙的相片 製造清晰的Photo Unblur 還有用AI幫你把本身Zoom到很遠 Suppose很蒙的相片製造清晰的 其實到底AI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到現在的地步 你還在拍照嗎 還是你只是用手機的鏡頭 which technically 只是光學Sensor input data給AI 讓它重塑它認為的現實出來呢 想死你了 我們有機會再講這個 topic 另外Google也終於發佈了Pixel Watch 它是用一個41mm的圓形錶面設計 旁邊有個類似Apple Watch Digital Crown的東西 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與Fidbit的Integration 這隻Pixel Watch所有Fitness功能 都是用Fidbit的App去看數據 監測不同的Data Pixel Watch除了可以用Fidbit的App 監測一般Smart Watch的Data之外 它還可以做到每秒監測一次心跳的頻率 再加上它的Always On Display Google仍然稱它可以有24小時的使用量 這一點看起來是挺厲害的 Pixel Watch 價錢是350美元 Cellular 版本就要400美元 分別就是2750美元和4140美元 老實說比我想像中是貴的 不過...講經什麼 香港也沒有人買的 最後Google還預告了2023年推出的Pixel Tablet 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電影公司推出電影之前 首先有一個Teaser 給大家看看樣子 說一些資料 什麼時候推出等等 然後又有第一條Trailer 大概知道故事背景說什麼 之後第二條Trailer 基本上是第一條Trailer 變咒版 不過多一兩個鏡片 Google現在推出Pixel Tablet 基本上是這個玩法 上次Google I.O.還沒Teaser 今次就是第一條Trailer 來到第一條Trailer 我們基本上知道它是什麼樣子 以及我們知道 它將會用Tensor G2 作為它處理的晶片 但整條Trailer的高潮位 就是Google 預告這部Pixel Tablet 將會有磁石底座背景 而這個磁石底座 將會有一個內置喇叭 和可以幫Pixel Tablet 充電 而它鎖在底座之後 就會變身成為 好像Google的Neshub Max Smart Assistant Display 至於Pixel Tablet 多淺 底座包不包 不包又多淺 以及很多很多的細節都沒有說 Trailer就是這樣 講完你還去看戲嗎? 雖然我都很肯定香港是網賣 好了 接著就快閃地說一些我想說的新聞 因為真的很多事發生 Elon Musk和Twitter的愛情劇 又有新一集 Elon Musk經過幾個月 彈出彈入賣賣 又不知道賣不買的劇情之後 他終於再一次表示 會以4月提出的每股52.2美金收購Twitter 自從Elon Musk在4月提出收購Twitter之後 一直都因為Twitter到底有多少Bots 這個問題未達成共識 所以 Musk 遲遲未肯 confirm收購 導致Twitter告Elon Musk算頭 本身今個月17日會在特拉華州開庭 但現在 Musk 終於再一次確定會議 原本的價錢收購要求延期審訊 而法庭亦批准延期至10月28日 等Twitter和Elon Musk處理收購程序 如果到那時都未談好 11月就開庭 如果今次Elon Musk是禮真的話 這套偶像青春劇就差不多大結局 而下一季可能就是演出Elon Musk 如何將Twitter改造成X 一個類似WeChat的概念 什麼差都有的APP 而我個人是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繼續講一下Elon Musk 他雖然貴為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但是你覺得中共惡一些 還是Elon Musk惡一些 因為上星期Elon Musk上了Financial Times做訪問 在訪問中 Musk透露有中國官員 跟他說他們不喜歡Must旗下的Starlink 為烏克蘭提供服務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很多烏克蘭的基建 包括他們的Network Infrastructure 都受到破壞 令人上不到網 所以早前Starlink就開始在烏克蘭提供服務 用Starlink的衛星為烏克蘭人民提供互聯網 中央政府就很不喜歡 原因是什麼? 我不多說了 在訪問中亦提到中央政府希望Must 保證不會在中國提供Starlink服務 至於Must與不同意中央的要求 就在訪問中沒有提到 以Must在中國的生意來說 哈哈哈哈 我都是不報這些新聞 好危險啊 說起危險 接下來要說的話 你聽完應該會很安心 五間機械工程公司 包括推出了Sport機械9的Bots & Dynamic 共同簽署了一封公開信 承諾他們不會在他們的產品安裝武器 這封公開信除了保證他們不會推出軍事產品之外 還呼籲同意不要研發有武器的機械產品 聽完是不是開心很多呢? 是不是頓時覺得人類的未來有救呢? 然後今天在我截稿前 有條片在Twitter和Reddit爆紅 這條片本身是由中國軍事公司 紅准防暴Post在微博的 我在這裡不展示這條片出來 稍後Youtube又黃標我 我放連結在下面你們自己看 這條片中示範了一部稱為戰犬 一隻帶著機關槍的機械狗 由一架叫紅翼的無人機降落 然後自動波出發 Description還寫明這個科技 可以由敵人防線後面展開突擊 或者降落在敵方的建築物頂樓 在高點進行火力壓制 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Black Mirror 現在我們跟Black Mirror的世界 不是差很遠 還有你猜一下 當其他國家的軍事部門 看到這樣的科技 他們會不會很有人性道德感 不去研發類似科技呢? 我想說這類科技新聞 我想你不會在其他香港的 Youtube科技新聞秀見到 我會跟大家說這件事 不是想表達我有多不同 而是我想大家記得 科技一直以來都不是只有很光明 嘻嘻嘻嘻 有新產品出了的一面 科技討論 不是只有一個新產品好不好 值不值得買 新科技出現 科技發展 是會對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生活 甚至我們的人命有影響 如果我明明打算 OTUpdate 是一個輕輕鬆鬆的科技新聞秀 我們快點轉通 F**k bye bye 去他p***** 這次OTUpdate就到這裏 希望你喜歡這個新的系列 以及你喜歡我選出來的新聞 如果你有些新聞推薦 歡迎你DM我IG 記得Subscribe給我的Channel 記得Like這部影片 以及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0.25倍速看過一次 我是Anson 下次見 可以 記得 吧 來